有人问台长 台长你告诉我 什么叫人生的境界呢 台长今天再告诉你们一次 境界简单的分成高境界 中境界还有低境界 我们境界最低 就是求 求什么事情 那是最低的境界 世界上的人生活在物质世界当中 觉得物质追求是生活的动力 没有了物质 我们就没有了能力 一辈子被物质的假象所迷惑 以为有了充足的物质 就能得到人生全部美好的幸福 不少人用尽一生的努力 去追求各种的富贵和欲望 到临死的那一刻 他也没有明白 他为谁而到这个世界上 为谁而要离开这个世界上 这种人就等于白来了这个世界上 世间大部分的人都活在这种境界当中 中等的境界是讲缘分 有一些人在物质非常丰富的时候 他发现物质只能带给人们一时的快乐 有一点点的享受 很快就没了 犹如我们小时候 爸爸妈妈给我们买个玩具 一个星期之后就没有了 物质并不能带给我们 人生全部美好的幸福 尤其在现在的社会 物欲横流之中 人们的内心常常充满着多愁善感 苦闷迷茫 所以却不知道如何来消解排忧 一些人开始在内心的精神当中 开始在考虑了 为什么有了物质 我还是这么的痛苦呢 就像很多人有钱 为什么还会面临的癌症的折磨 和家庭的四分五裂呢 所以他们逐步脱离了 部分物质对他们的控制 有意识地去选拨了被外在物质所控制的东西 想去选择一些不被物质所控制的拔洗 开始回到自己身体原来的本质的那种层面 明白 明白身体那是最宝贵了 有了钱没有身体 你也没有这个物质的基础 生命是人生的本钱 因为台长经常告诉别人 我们人再多的钱和名和利 那都是空的 我们今天唯一拥有的生命 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佛法讲 借假修真啊 台长要跟你们讲 我们要珍爱自己 更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要花些精力去恢复自己的本性和良心 和你的身体 这些人 他们已经懂得了回归生命 进入生命的本源体 世间很少数的人 已经活在了这个忠诚的境界当中 下面给大家讲一讲 什么叫高境界 高境界就是在人们的内心的精神和修行当中 我们已经上升到灵性的世界 终于悟到一切遇到的人 人间一切創造的事和我们经历的事情都是为了帮我们来完成这一世修行圆满的真上缘 每个与自己有缘分的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人活着生命中的贵人 人活着一生就像一辆列车 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到底的 上上下下的缘分我们要珍惜 要感恩每一个陪我们 曾经走过这人生一段路的人 学会感恩 人间不管是好和坏 对和错 看清了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 来用头脑判断分析 我们就不会被烦恼所困扰 没有了执着就会没有痛苦 境界要懂得调控自己的情绪 意识与身体完全的合一 这样你会体会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的所在 心灵开始慢慢的成长成熟 知道慈悲奉献 比数据拥有更大的幸福和快乐 明白感恩回报是人生最美好的幸运 与幸福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кажется很敏 è